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古武 今天我们讲我的哲学体系 这是第三次课 三种类型结构的碰撞 当然你得跟得上节奏 得就把前面两节课听了以后 然后到这个地方你才不至于犯糊涂 因为我讲的东西是我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 你比如说你熟悉康德的 我讲康德的 即便是我讲到十七八级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你只要一听 你原来就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听着就没问题 但是我东西 你肯定不是太熟悉 因为默默无名的一个人 所以你得要不然就看一下我写的那个东西 要不然就是听下我的课 然后一节一节的这样听下去 好,我接着讲 人类的类型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种变化我们认为是在灵魂的牵引之下进行的 你说古老师 这个你是得出一个结论了 这还是让康德的话出一种直觉吗 一种感性的认知 康德他有几个问题 当然你看到最后一段 就康德一直关注了三个问题 上帝存在 灵魂不求 自由意志 他是试图在证明这三个问题 然后我其实我在 如果是这一段讲下来以后 我也给大家抛一个问题 当然就认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好,我们回过来先看这个地方 这种变化我们认为是在灵魂的牵引之下进行的 其一,人类的类型结构变化先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 其二,人类的类型结构变化和人类社会结构变化保持同步 其三,人类类型结构变化落后于人类社会结构变化 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简单讲一下 首先我做了一个假设 人的身体是人类的内心世界到真实世界的媒介 你同意与否 你说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想去打拳击 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渴望 就是当你看了一场拳击赛的时候 你觉得热血沸腾 你想成为一个职业拳手 然后你就真的去练习了 但是由于你身体比较累 最开始的时候肯累的气喘吁吁的 打个几分钟然后就坚持不了了 但是经过一年的这样专业的训练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你的身体就变好了 能够就是打个二十分钟打个三十分钟 好像都不是太带出汗啊等等一系列 你的身体就变得不错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首先第一个是你内心想要去打拳击 对不对 这是内心世界的一个想法 到底真正的在内台上和别人打拳击 这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中间有一个什么一个违接呢 是你的身体 你懂这个意思了吗 是你的身体帮你把内心世界的一个想法实现了 所以说身体是人类的内心世界到真实世界的违接 你同意与否 由世界的客观性和人类身体和周边实体的对立 可间接证明人类存在的真实性 这是做了一个推论 什么意思 世界的客观性 我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已经讲过 有主观的 不是意志的 有起点 主观意志的 主观意识的 有起点 和它的延续性和拓展性 然后间接地证明了世界的 世界的客观性 就是世界的 你的桌子上的一个苹果 桌子上的一个水杯等等一系列 都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人类的身体和周边实体的对立 它 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手里拿了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就是一个周边实体的一个实体 对不对 当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是和周边的这个实体 产生相当于是一个对立的一个关系的 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那么由于它是对立的 所以就间接地证明了人类存在的真实性 好像有点绕 我再讲一下 我们在第一次课的时候 我证明了世界的客观性 就是世界上的 你比如说看见了一个杯子 一个苹果 或者是一个手套 一本书 都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一种客观性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得了一个什么结论呢 身体是人类的真实世界到 内心世界到真实世界的媒介 对不对 是一个媒介 而人类的身体和周边的实体 它有一种对立的关系 你手里拿了一个苹果 它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在你的前面五米远 有一张桌子 这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那么就间接地证明了 人类存在的真实性 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好 我们接着讲 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 第一 人类内心世界的变化 内心结构的变化 先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变革 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 这一部分人是代表的 人类内心结构的变化 先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 的变革的一系人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在当时的时候 我们学过一些历史的人 我们都知道 当时是有这样一种情况 资产阶级的这些朋友们 然后他们想做生意 然后呢 做生意就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但是国王呢 就说这不好意思 你们要得按照我们的规矩交税 然后税就越交越多 国王嘛 然后就觉得 好像自己可以掌握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有权利去分配这些东西 资产阶级的朋友就觉得 心里有点不如太痛快了 我辛勤的劳动 等等一系列的 我交很多税给你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得闹起来 我得证明一下我的这个观点 等等一系列的 或者是我得反驳一下 所以他们就组织了议会啊 等等一系列 这些权利机构 但是呢 忽然发现 好像没什么用 国王还是照收他的税 然后对议会的一些决议啊 这类的置之不理 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些朋友 就心里面有火气了 觉得到不了就干嘛 到不了就干 这就是他们的类型结构的变化 先于了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 为什么是先于了人类社会结构呢 因为当时的英国还是处于一种 国王制 君主制的一种国家嘛 对不对 是个君主制的国家 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些宣区 他就心里面 对这个制度是否合理已经产生了一种质疑了 所以他们的类型结构的变化 先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二个 人类类型结构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结构的变革保持同步 那是老一批人呢 手工业者 小商人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小商小贩啊等等一系列的 他们就说好像是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好像也没有觉察到太多东西 但是呢 比如说哈 比如说我的老板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一个资产资本家 然后呢 雇佣了十几个做面包的人 有一次这个老板心情比较好 然后就请了这些做面包的人 是小伙伴 然后大家一起去喝下午茶 然后就跟他们说了 他说这个税啊太重了 我养你们 就是我给你们发工资非常困难等等一系列 这些小商人 做这个面包的 做面包的一些工人呢 这些老板这样说 我们就复合着好像说两句吧 是啊是啊 好像是这样的 觉得好像这个有点过分了等等一系列的 他们就是 他们的类型结构的变化和这个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 是保持同步的 就是有一点这种苗头了 有点这种苗头了 第三点呢 是人类类型结构的变化 落后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些是哪批人呢 掌权者 就是拥有着权力这批人 他们觉得好像天经地义的 就该我们收这个水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 你上面就是这一批人 就是资产家 资本家 或者是这些小商人 那手工业者 如何在想他们 或者是如何在质疑这个制度 他们好像有些东西就置之不理了 觉得 天经地义的 从古到京都是这样的 我就该是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那个内心结构的变化 是落后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的 你说古老师 你这样这个分类倒是 好像没有怎么听说过 当然 当然是说肯定是原创的 不是原创的 我秀给大家看有什么意思 随后几十年 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英国巩固 确立完善的过程 期间罢学的查理二世的复辟 詹姆斯二世对资产阶级的血腥报复 还有光荣革命 注意最后一句话 整个过程 罢学的英国人民 整体类型结构的变化和反复 就是 好像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了 但是呢 我们又有些人又觉得 好像应该保持一下 原来这种原汁原味 又回去了一下 然后又变了一下 然后又回去了一下 这种反反复复变变 反复复常在这种变化 变化了很多 变化了很多 你说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个意思 就人的内心变化 不是有些东西 就整体而言 一个人的内心变化 也有这种反复 但整体而言 这种反复和变化性 更加的明显 就它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反复一下 然后再变一下 又反复一下 又变一下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可能很多次 有些时候是上百次 有些时候是变了以后 然后就变回去了 都有可能 直播直播看这个历史 是怎么称 呃 遇到了什么样的机遇 机缘巧合 它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这个都不一定 同样的一个例子 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例子 我举给大家听一下 1913年11月4号 袁世凯以查尽国民党为由 非法取消了400多名议员的资格 致使国会无法开会 参议众两院提出抗议 但无济于事 此时全国4000多万所谓选举人 默默无声 能够听得到的只有各省军人 惯例在叫好 呃 原因何在 他有当时有4000多万选举人 也就是说当然 普及嘛 相当于普及了一种西方的选举制度 有4000多万选举人 但是他默默无声 如果比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三种类型结构来说 我们辛亥革命前后 国人的类型结构进行划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类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 对不对 第二类 普罗道众包括旧式的知识分子 第三类 自然是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皇亲国戚 官员和乡生等等 呃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怎样一种 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说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时期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时期 都有这样三种类型结构 一种是先于社会结构的 一种是等同 在和社会结构保持一致的 还有一种是落后于社会结构的 呃 不可能消失 为什么 因为整个宇宙都在变化 渺小的人类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 你说一定要他静止下来 他内心不想东西 那个是不可能的 没人做得到相信我 相信过了时 你只有 如果是说你出于一种 比如说维护一种 一种观点 或者是维护一种全世界的统治 你要做的事情是一种 进行一种分流 进行一种分流 让他朝一种比较良性的 善良的 合理的一种方式去分量 让他去得到一种释放 如果是说你要强行是打压了 是不可能的 从古代已经没人做得到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 谁可债州 亦可福州 对不对 这是一个意思 呃 那么你说 古老师 这个地方 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 你举这个例子 好像感觉有点 悲凉的那种感觉 就四千万所谓的选举人 默默无声 只听见各省军人 观力的叫好 因为当时人类 国人的这种心态 在几千年的这种过程之中 他没有一种 自我意识的形成 还处于一种 比较初级的状态 或者说 或者说自我意识 压根还没有形成 他是随着 众人 就随着大的环境 在变化的 不断变化的 随着大的环境 在不断变化的 你说原来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意思 今天我主要讲的 也就是把这种 三种内心结构的划分 然后主要告诉了大家 另外还有一个 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 身体是人类的内心世界 到真实世界的媒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观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和我探讨一下 我期待的和大家 去探讨这些问题 好的 我的QQ是13184359 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 如果有想和我探讨 学术方便 音乐方便 旅游方便 生活方便的朋友 尽情与我联系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别急 请不继续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